雪兰娜巴打林在野的雇员工基金局KWSP 星期二中午约12点突然燃起熊熊烈火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 小整对目前正全力灭火 火势维持了大概50分钟 也还没完全扑灭 雇员工基金局星期一才宣布 高达6.9%的派息率 相隔一天就发生这不幸的事 目前警方还没交代起火原因 也还不确定是否有人员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